謝偉你好 這個特徵主的問題我在10月17號有提出非常完整的書面 我們向來辦案都是秉持公正的立場 我們不會偏綠 我們心中只有是非 沒有藍綠 只有是非 只有黑白 沒有藍綠 那麼這個是我們過去的辦案原則 將來也是秉持這個辦案原則 所以我們希望大院的各位委員 都給我們特徵主義支持 所以你個人當然是反對刪除的 對反對刪除 我們來談論一下我的這個大法庭的這個一些現況 現在有很多這個各個不同庭的法律見解不同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制定一個大法庭 那當然有些學者 包括我們政大跟台大的一些學者 那委託國良提出一個版本 主要是希望說大法庭 警救法律適用的爭議 來做一些爭議的釐清 來做判決 主要的那個部分呢 還是由他原來的那個法庭 就最終的事實 做出一個判決 那司法院這邊 其實你知道嗎 我對司法院 為什麼今天提案說明會這樣講 我也很少會這樣講 我對司法院通過大法庭的這個案子的決心 有懷疑 那等一下我們再跟司法院林秘書長跟林廷長 因為林廷長他是我們政大的兼任教授 大部分政大現在都是跟司法院的意見不太一樣 所以我是希望說未來等一下也可以提供一些見解 那當然您覺得應該是怎麼樣子的方式 因為這個牽扯到最高檢的業務非常深遠 可不可以先聽一下最高檢的看法 首先我們對委員 尤委員跟謝委員提出來用大法庭來解決現行法律爭議的問題 我們是表示支持的 因為現在的用最高法院的決議 他的法力位階不強 他是一個錯誤規程 三十二條 法力位階不強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現在目前最高法院的決議 是他們自己最高法院的法官自己在做討論決定 那麼大法庭是可以請檢察總長 當事人所委任的代理人來表示法律意見 用司法審判的程序來表示法律意見 我覺得這個比較周延 不會造成97年第四次的最高法院的決議 還有今年的第二次的決議 像這個一百六十三條的解釋 引起社會上的爭議這種現象的發生 那我個人跟這些學者 大家討論完是覺得說 你不要就所有的中局裁判 用大法庭去做決定 你只要針對於法律有爭議 有不同的地點 拿來做決議 這一點最高檢的看法跟我們一樣 這一點我們在最高檢也召開過檢察官 權力檢察官的會議討論 那麼這個在實務上當然是有一階段 立法力有一階段跟二階段的爭議 這個就叫二階段 我們是贊成二階段 也就是說大法庭呢 他做中間的裁定 把法律上的爭議解決掉以後 在案子再回到原來的民庭 民事庭或刑事庭去做中局的裁判 這是我們的看法 這是我們的看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實務上 我們在最高法院的法庭跟德國一樣 德國是採二階段 美國、日本採一階段 美國、日本它都是一個法庭 最高法院就一個庭 那麼這個日本也是民事庭 刑事庭跟行政庭都各一個庭 那麼它的最高法院呢 就等於憲法法院 跟德國不一樣 德國那個刑事庭很多庭 民事庭也很多庭 另外還有一個憲法法院來解釋憲法的爭議 這跟我們國家的最高法院的這個結構一樣 我們有大法官來解釋憲法 所以我們現在最高法院的結構跟德國的結構差不多 所以我贊成他們的二階段 比較 所以最高法院也贊成我們這個最高檢 也贊成我們這個版本的二階段精神 二階段的二階段 你先請回 我想先請教一下 我先請教一下我們那個行事廳林廳長好了 我知道這不是你業管 但是因為你剛好在政大 林廳長請 林廳長你好 這個包括政大教授何賴傑 政大教授楊瑩 台大教授林玉雄等等 過去有很多都是在徐玉秀大法官的國際行事法學會 最近好像跟司法院的意見都不大一樣 我個人是覺得夾在中間不太好做 那有時候我覺得這些學者蠻有道理的 但卻看不出來司法院有想法 想要做司法改革的決心 反而看到司法院一個龐大的行政機關 有時候會受到一些最高法院等等不同機關的一些牽制 以至於沒有辦法把一些該有的司法改革 邁向大步 有想做但做不是很積極 所以我想剛好也在政大有在授課 那我可不可以請教這個林廳長 你個人看到這些學者跟司法院這種嚴重意見的分歧 你個人認為問題是出在哪裡 報委員 我想在我們行事聽業務的推動上 正大的學者們 正大教授們給我們很多的指導 那就行事業務的推動上 我們獲益良多 就這個部分我們好像沒有不同的看法 謝謝你 那你請回 我請一下林秘書長 謝謝委員您好 辛苦了 這個據我了解 昨天司法院還跟這些學者討論這些法案的一些細節的內容 討論的非常晚 據我了解幾乎都到八九點 可以說大家都非常辛苦 但是我想先請教幾個原則性的問題 請教我們司法院 以及你今天所代表的最高法院 到底有沒有要針對於現在的一個法律見解的一個廚藝 提出一個新的解決方案 有還是沒有 當然有 有 好 那您個人覺得我們今天提出來的方案 秘書長覺得如何 司法院其實跟大多數的最高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 因為我們不是只有最高法院還有最高行政法院 同樣都是中審機關 全部大多數的 多數中審機關的法官 多數的是主張是一階段的 我要強調就是說我們不能把外國的西裝拿來就認為我們的本國人穿起來很好看 在國外的人穿起來人高馬大 穿起來很好看 在我們國人的身材比例不同 穿起來不一樣 所以很多的法制 尤其是新的法制 要模仿外國的法制的時候 一定要本土化做本土化的一個考量 那這是我們著眼的一點 那我們在建制新的大法庭的制度的時候呢 也考慮到我們的法官的接受的一個程度 我們國人對於司法的期待是什麼 我們國人對於司法的期待是說 希望如果那個委員到法庭上去聽 因為我們都辦案辦過案的 包括我們主席一樣都在法庭上面 如果你問問當事人的話 當事人一定一定一句話就說 啊 法官拜託你給我拍拍就好了 他們一定就是說 希望這個法院我不要再一度再 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 這樣好了我先給你打斷 我先給你打斷 我先給你打斷 就是說 我剛剛請問你的 你講得非常清楚 那我也要讓你充分的來表達 但是我感覺就是說 司法院對於這個案子 目前我是覺得 其成是我看不出來 也就是司法院沒有跟社會 來做一個清楚的說明說 大概什麼樣子的案子 這個樣子的案子見解除意 我們大概什麼時候 希望把它立法完成 我沒有看到這樣子 我們只能看到就是說 一直在講說什麼 人民參審啊 這個東西我們都很支持 但是委員或學者 所希望要來通過的法案 你們也要提出一個具體跟合理的時程 我覺得今天問題不是在一階段還是二階段 今天如果我們支持你的一階段 這個法案 這個法案就可以今天順利的審查完俊 沒有任何爭議嗎 你的意思是OK的 不是 我再解釋一下 所以你先不要講 先聽我講 我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我希望從你這邊 這個我講這個大家都是 在這個領域裡面工作很久的 我今天講的是一種 你對於大法庭 要來解決這個法律爭議 大家都沒有意見 針對一階段兩階段 欸有給我加二了嗎 加二了嗎 OK 好 我再講一下下 我很少超時了 今天這個議題比較重要 我是希望司法院能夠 就針對於這個問題 有清楚的才識 我們的看法或許不同 大家可以討論 但是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讓這個法 來順利的來通過 我覺得這個是我今天期望 聽到司法院能夠對社會 做出明白宣誓的 一階段兩階段 是可以討論的 我們也可以做出一些不同的 一些見解 到底哪一個方法比較有道理 大家可以來討論 但是這個案子 司法院 你不要說每天都叫別人支持你的法案 然後人家有一些法案提出來的時候 每天都不提出一些明確的通過的期診 這個法案我們一起來努力 什麼時候可以通過 司法院院會已經通過他那個草案 那目前是在已經 也已經送到行政院去會閒當中 那會閒完畢馬上就可以送到立法院來 那其實在擬定這個草案的時候呢 我們也相關 因為這個還涉及其他機關 因為不是只有大法庭的問題 還有其他問題 所以我們也有跟相關機關 像全序部法務部來開會 來協商 那同時呢 也召開了院內各機關的 包括一二三省的 這些各機關的協調 還有一個跟學者 我們也請了很多的學者 我們辦的公聽會 在我們自己的法院 我們也去台大去聽 有關於外面的機關 所辦的一個公聽會 所以這一個方面 不是說只有忽然跑出來 我想是這樣 這個 今天我不想講說是因為 我們這邊有很積極的提案 跟推動 你們這邊才有對案產生 我相信你們也有這樣的 你先聽我講完 我相信你們也是有 推動這個案子的決心 但我覺得你的決心還不夠 所以我希望說 今天大家未來 在審查這個案件的時候 可以讓社會看到司法院的決心 來針對於這個大法庭 能夠盡快有一些實際的成果 給社會來公平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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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